今天终于又吃到了家满分店铺 好不容易啊 我算是直接吃顿物了 就是好的寿司店靠的并不是浮夸的装修 而是要看师傅的记忆高不高潮 还有食材的搭配方式 今天不是崴了 竟然是纯寿司 这家店现在在日本的100家名店里面 直接冲到了前10名 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而且它还不是米其林 我就更好奇了 来细细看吧 后边年迈的那位是今天的主厨 旁边这位就是他徒弟 我看他就在旁边疯狂地开生蚝 现在第一道钱菜是三个小菜 看到这个毛豆我还是有点疑惑 这就是普通的毛豆 然后这个小菜我很喜欢 就是腌制的鱼肉上面配了一坨梅子酱 就是梅子味道的烟鱼 特别爽口 接下来的刺身还挺有仪式感 就是师傅切好了之后会一片片放在你面前 第一个是鲦鱼卷的什么什么草 草本味很重 吃起来很清新 赤背就很有嚼劲了 我称它为昏海带 你们懂那个口感吧 脆嫩脆嫩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青花鱼 它的做法很不一样 很浓的烟熏味 就像那个干木材烧起来的味道 搭配着一点小葱 特别香 然后是老朋友茶碗蒸蛋 料都是藏在下面的 是扇背肉和鸡腿肉 老朋友还是这么好吃 然后接下来上了一份我据吃不来的菜 生的生蚝 不过还好的是它没有很腥 但我就想问你们喜欢吃生的生蚝吗 我反正有点吃力 好 就是生蚝的味道 幸好下一道菜是个熟菜 煮的金木雕和一些蔬菜 看到金木雕像看到的旧鲜 这种小鲜笋也很好吃 吃完这个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寿司环节了 然而它并不是 因为这个寿司油巨多 甚至还有点和牛的味道 脂肪好多啊 此表奥托罗的过在一马斯 奥托罗就是金枪鱼脸上最肥的那个部位 它真的很肥美 但是一点都不油腻 而且师傅还在上面刷了一层甜酱 所以那个金枪鱼脂肪的味道就变得更加的鲜美了 接下来这个是柠檬章鱼寿司 章鱼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 但把它烤了之后再配上一点柠檬 口感真的提升了很多 然后这个青花鱼还很精细 它上面有一层果冻 那个是无花果口味的 又吃到了清奇的搭配 接下来就是海胆寿司了 第一个是蟹肉海胆寿司 长得就非常的好看 感觉蟹肉好多啊 海胆也是刚才才掏出来的 你吃的时候还得用手把它推进去 然后这个是海胆卷 虽然其实并不用一口吃 但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海胆充满整个口腔的感觉 过瘾 接下来是金枪鱼的Qtolo 没有刚才的Otolo那么肥美 但是口感更好 这个好像是烤某种贝类 吃起来微微饭甜 好吃 最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份厚蛋烧 和一份金枪鱼刺身 哇这两个吃饭就已经饱了 两人没想到的是 压轴还来了一份烤鲍鱼 甜品的话是抹茶和巧克力大福 这家店我还能说什么 啊就推荐指数 十分就是不同 看玩意儿